大家好,辣椒炒鸡蛋,究竟是先炒鸡蛋还是先炒辣椒,很多人都搞不懂,今天我就告诉你正确的做法 首先,先把辣椒清洗干净,然后把辣椒片成两半 再把辣椒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给它切成小段 这个主要是增加颜色,你们可以不放 切好之后,和青椒放到一起 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网,打入上颗聪明的奔鸡蛋 加少许盐,增加底味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一勺水淀粉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会更嫩更蓬松 再次搅拌均匀,备用 接下来,锅烧热,下入辣椒 把辣椒炒出水汽,炒出香味 炒几下之后,加入适量的盐 这样炒出来的辣椒更爽脆 炒至满屋飘着辣椒的香气的时候 然后给它尝出来 把炒好的辣椒倒入鸡蛋液里面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让辣椒均匀的沾满蛋液 接下来,重启锅,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锅中留热,下入鸡蛋辣椒 用铲子向前推动一下,让多余的鸡蛋液流过来 煎至下面定型金黄色,给它放个面 这勺让我翻的,翻的细碎也 把鸡蛋和辣椒炒散炒出香味 喜欢吃老的,可以多炒一会,把辣椒和鸡蛋炒出干香味 那样会更好吃 最后,倒加一点生抽 快速的把它们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这样,简单又好吃的辣椒炒鸡蛋就做好了 鸡蛋包裹着辣椒 香辣好吃,开胃又下饭 感兴趣的话,就收藏起来 分享给亲门好友们一起去做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订阅关注我 点击我的头像,还有更多的家常美食